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今天呢由我跟张强老师 一起为您带来2015腾讯棋牌 全国相机男子甲级联赛 第六轮的一盘精彩对集 首先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呢 是山东中国驻气队对阵 这个江苏队的这一盘精彩对局 对局的双方呢 是赵金城直红旗对阵刘子健 现在我们就来看棋盘 红方采用的是先止路开局 黑方呢 队兵局 足迹银 这个棋呢就是说 黑方呢就是采用的 比较柔和的这个策略 看一下红方的这个意图呢 再来这个对阵 就是红方呢 通常呢有这个足底炮这种走法 这个就比较尖锐的 黑方呢现在比较流行的呢 就是走 炮八平五 环中炮 这儿呢大家看呢 就是红方呢 很难不起这个双正马 平方马在这种战型了 然后黑方将来马八级七呢 可以在马金六来威胁中兵 或者马八级一后马二级一 在徐途呢展开两翼的这个子力 应该说这个布局呢 也是双方针对性比较强 但是现在呢 等于红方没有走炮平赛 而是采用的 红方是挑正马 对 起马 这儿呢整体来看呢 就是双方这个格调呢 就是比较柔和了 等于变成 对兵对队族 然后又是 起马对起马 这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呢 红方这周期呢 有一些新意 他是走了一个马二级一 右马呢臀鞭 这个马跳到这儿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将来这个炮一动啊 居就散出来了 速度很快 对 为了加强这个大子的出动 除此以外呢 红方也有多种走法 比如说缓冲炮啊 飞两个中向啊 都可以 居酒精一什么 对居酒精一 炮花瓶酒啊 都有 这种走法呢 也是啊 最近呢 这个有的汽手在进行这个尝试 那有的汽手在这个时候呢 还有愿意走还架中炮的 因为 它有道理 因为你这个编马已经定型了 你只有一个马来守候中足了 那么对方还中炮 将来有马七尽六 来对你中路的进行威胁 也是可以的 本局当中呢 这个刘子健呢 应该说他也走得比较稳健 他是采用了飞向 好 小三尽五 对 补向呢 就是长城正正了 就是希望自己的阵型呢 比较稳健 然后红方呢 就是走炮瓶四 把这炮呢 走到视角上 然后黑方呢 接下来走 居酒精一 张老师就这个棋 我觉得黑方 这个居酒瓶八 不是顺利把居晾出来了吗 干嘛还会绕一下 而且不也是让红方 这个一路居 这个出来出来 就有一个封锁的一个方法吗 对 其实呢 黑方呢 也可以考虑走 居酒瓶八 居酒瓶八 这个棋 黑方有很多种选择 比如说 把金瓶八行不行 你炮金三 我再炮出金二 也是一种下法 但是他把金八 他可能炮他炮八 金三打一下 总之呢 就是说 刚才唐南这意思呢 黑方也可以考虑 把这拘出来 如果你拘出 他要进炮封锁了 对 这给他封住 就是对红方呢 这一意义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 反弹的作用 但是黑方呢 就是说 这种棋比较生疏 应该说 比较吸引的这种做法 那黑方就选择了 居酒瓶一 他还是按照 这种最常见的思维 他将来的目的 就是想居酒瓶三 把这些三路线呢 来打开 那么红方这个棋 下的也挺奇特 他这个区呢 也没有出 红方实际上也是 对 他走了 向其进步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黑方本来也可以考虑 走Polgi二 就不让红方这个棋出来 黑方Polgi二 对 这个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样你 就出不来 你可能要 迫使你走 居酒瓶一了 或者你十六斤 我再量这个区 反正总之呢 这种摄像棋呢 就是 双方可选的空间呢 都比较大 到底走什么最好呢 也没有绝对的 这个 方案 总之呢 你要把自己的棋形呢 就是走协调 把自己的子力呢 能否能顺利地 开动出来 就两位年轻棋手 在这个开局这个次序上 都下得非常谨慎 红方先不下了 黑方呢 就是走 居酒瓶三 居酒瓶三 他准备从这个三路线上 把这个三足呢 碰起来 杀出来 这是黑方一个理想阵型 那红方这个时候 储居是一个先手 黑方呢 泡八瓶酒 对 泡八瓶酒 看起来呢 就是双方这个阵型 也都非常的稳妥 暂时呢 也都没有什么 太大的毛病 那就说红方呢 如何呢 这个取得一些先手 那么这条棋走台是不错的 红方呢 等于歇发的人 在你对足的时候呢 他先把这个 炮呢 平开 这个棋 如果红方走 泡八瓶的话 就显得呢 过于久晚了 那么黑方可以对足 还是顺利对兵 对 那红方要泡八瓶七呢 那他就冲过来吧 或者走马而进一这些 如果你先泡八瓶三 他就可以先马而进一 对 你出局 他再出局 局一平二 不不 这个棋 这个棋还是要先拱掉 这儿棋还是吃点亏 就说你要是泡八瓶七呢 肯定黑方就是先把你拱了呗 对 把你拱掉 你要是出局 他可以泡二瓶四 像这样一个局面 对 就是红方的 这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红方可能觉得 这儿让黑方呢 把这个三路足呢 碰起来呢 还是不是特别的满意 那他泡八瓶九 这部棋挺好的 因为你要对三兵 这个出局 这个黑方的这个右翼 还没有办法调整这个阵型 对 黑方 这个炮的受攻 就是黑方要考虑走 居一级二了 那个整体的来看呢 就是说黑方也可以考虑 强硬的这么走 这样居一 如果你想 足三级冲出来 对 这儿红方别人要拱 是不是 你不拱我拱你 那黑方居一呢 再杀出来 下不棋 下不棋 对 这儿他的正马呢 就是肯定能跳出来 那这个局面 这个也挺很精巧 这个机间 就是这种棋呢 就是在特殊的场合呢 可以这么走 但是就说 一旦走不好呢 这个G炮呢 特别这个G的位置 不容易舒展 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隐患 但是目前这个棋 来看 黑方倒可以考虑这么走 这也是一种思路 好 那我们再来 大家介绍 双方呢 实战的做法 红方抛发平局以后 黑方走马上进行 黑方也走得比较稳妥 对 红方 除局 对 赵基成呢 是本身的来自这个大连的选手 他也是在去年个人赛当中呢 有比较上家的这个表现 对 他在2013年个人赛 曾经战胜过 徐云川大师 还有 余有华特级大师 对 两位老牌全文冠金 对 那这个赵基成呢 也被誉为呢 就是真正来自大连本土 出现的第一位 这个香气大师 他的棋艺风格呢 就是比较擅长纠缠 喜欢的在这种呢 比较平稳的局面当中呢 与对手呢 这个角度这个功利 这是他的一个棋艺特点 刘子健呢 应该说也是这个 最近几年呢 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呢 逐步成长起来的 一个后续之秀 刘子健呢 去年呢 非常出人意料的呢 战胜了这个王天一 对 这个也是一时传媒家 那这个王斌呢 就是觉得刘子健呢 就是非常有发展 那么王斌作为这个 江苏队的主教练 就把刘子健呢 招入了这个江苏队 那么今年的这个 刘子健呢 这个从去年的浙江队呢 浙江杭州队呢 改为这个江苏队 他是一个98后的 一个年轻骑手 两届少年赛冠军 对 后体之秀 对 然后他居八禁六 这招棋呢 就是洪芳呢 就是继续的 这个给黑方一个压力 但是呢 黑方既然居酒平三 已经走了 就不如现在 直接足三 你往下冲算了 直接对兵 对 这样 对 这个对兵呢 就是说洪芳呢 如果你吃兵 他也是会像 对 对 这样呢 就是以后黑方 还有炮尔平三的这个机会 就说你洪芳泡花瓶酒呢 如果你先不拱命 先炮 去炮瓶酒 他也可以推个像 好 总之呢 这个棋呢 就是当洪芳去八禁六的时候呢 黑方呢 应该走足三 他实战走到炮尔平四 这个在杜树上 实战平泡对军 这个动作有点慢了 他走炮尔平四 然后洪芳呢 这个时候很急紧的 居八瓶酒 取得了一个编足的物质的优势 然后黑方又向五推散 等于通过这个转化呢 等于洪芳还是占到了 这一定的便宜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把 黑方这时候对冰 然后洪芳接受 这个棋军呢 是比较平稳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然后这时候 洪芳是选择了十四禁五 先稳健的补一手棋 黑方 向七禁五 他也把棋的阵性补好 洪芳又鼓了个编冰 两位年轻棋手 在这个散手棋 这个都下得非常的精细 这个棋 就说的都比较稳吧 先把自己走扎实了 然后再说 我们轮到黑方走 炮酒推移 这时候黑方是不是 有一个反攻的形式 就这个棋呢 暂时黑方也没有更好的棋走 他运这个炮呢 这个还是可以的 这种走法还行 那洪芳呢 这个位置 暂时也不好走 他左翼 他以右翼的压力 对 实战选都跳马 往上跳 他想先反盯令中足吧 对 只有黑方炮酒平三 他炮酒平二 对 炮酒平二 这个棋 张老师您说这边 红帮是不是有一定的 这个 有一定的 这个黑方有一定的反击了 这红帮这个像 这个是 像的那个位置不太好 这个两个炮 双击双炮的这个 右翼 黑方子力比较集中 但是呢 就是说你不容易轻轻过来 因为红帮子力 也比较协调 他也比较 阵型也比较厚实 他黑方走炮 炮二平三 炮二平三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 推马一灯 将来有马三进四 对 比如说你G8推二的话 以后马三进四 换了马以后 有马四进二打局的 这么一个先手 这个也可以考虑 就说的 子力 这个协同作战 他的比较稳健 对 刘子健呢 就是 应该说 总体来看呢 他还是偏于稳健的 这个戚风 他G8拳就做 这招棋呢 这个太坏了 这个我觉得 就说的 可能 刘子健同学呢 对这个阵型 理解的 还是有问题 这个炮一打出来以后 黑方整个来看呢 这个阵型 不够协调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黑方 无论如何呢 不应该换这个字 他还是应该 补一手势 对 不过他肯定是想 如果把这个 一个高位马 给换掉了 其实 他的那个 子的压力 会被小一点 比如他的以后 有马70006的这样子 对 这个下棋 不能看一个局部 我们要整体上来看 是 这个胖呢 换了以后啊 自己的这个阵型啊 有点涣散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 黑方处理的不好 反正这种棋呢 也不是一步棋 两步棋的事 我们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可以呢 慢慢体会啊 这个棋 就是说后来呢 黑方这个棋呢 总是下呢 有一点尴尬 红方 马一金二 我们看啊 这个黑方呢 总共是这个 也是马一金二 红方 俱乐平方 俱乐平方 就双方围绕这个 阎河一带呢 进行这个争夺 他又是 马七金六 他想通过这个 对子来争取一些先手 他就说 你如果换了我 我吃掉 你吃我中足 马二腿三的一个先手 我有这么一个转化 大家看啊 这个棋转化呢 就是黑方呢 也能接受 尽管 亏一点 亏的不多 就是他留下的兵种比较好 将来呢 他比如通过这个换子啊 马三进五 马五进三 跳到好位置 将来俱乐平二 把你这个兵呢 这个就是 是啊 甩掉 反正这个布局来看呢 等于是 红方呢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红方呢 不肯定一换 他选择追逐间 继续缠住黑方 那么这个棋 到底何去何从呢 那好 观众朋友们 稍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结果呢 再带给大家 好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去山东队的主场 去看一看 嗯 好 大家呢 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蒋棋的 这盘棋 实战的 这个场面 大家看到的是 两位对手 坐在左边的呢 刘子健 坐在右边的呢 是 赵金城 他们两个的这个队异呢 应该说还是 看上去蛮拼的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应该说 双方一直纠缠的都比较紧 只要残局呢 黑方呢 才取得了这个明显的 这个 烈士 就是红方占优了 对 这个棋就是说的 黑方走得也还是不错的 他先泡在片上打一下 黑方腾罗的技巧 还是值得这个赞扬 他居八平四一顶 然后黑方呢 这有一个强行 宋足的巧手 对 黑方这几步 我觉得下来都是 比较高质量的一个 比较积极 嗯 然后他这个时候先手 嗯 马六进 先把这个中兵登掉 嗯 好 红方是居三平六 嗯 可能是也是怕 黑方是居三平四对居 嗯 但是黑方也是 这个还是走个居二平 居三平八 嗯 对 这样子以后 还是有一个居八平四对居的棋 然后红方是居六平四 然后黑方居八平四 黑方这几步棋呢 其实他已经顺利达到自己 想要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通过这个几个先手呢 黑方希望借机会 把这个阵行的展开 当然红方这个棋 走得比较温柔 对 狠一点的话 就是居六平七 不要对这个居 对 然后对自己的左翼呢 还有一个掩护 通过这个转化呢 应该说黑方呢 基本上摆脱了前面 不太有利的这个局面 对 因为他子力展开了 而且虎视眈眈的对红方形成了 啊 一个威胁 这个地方呢 黑方可能 他应该 继继续走马尔金寺 这个蹬起来看着比较有力 对 那红方 顶住 这个居四平六 他有僵 这样有一浸泡僵 嗯 红方只能回向 然后居二进五 对 这儿呢 以后呢 还有马斯金六等 这儿看起来呢 黑方这个子力灵活呢 呃 形势呢 还是比较主动 所以说 这个马尔金寺没有走出来呢 这个有点可惜 黑方呢 这个时候他走什么呢 他走马尔金寺 马尔金寺呢 看上去还可以 接下来呢 黑方没有走好 他抱着平方一打 应该实惠一点 就居二平一 闪开算了 对 以后把兵吃出来 对 因为这个刘子健呢 应该说 今年呢 也第一次呢 代表江苏队 代表自己的家乡的这个 作战 打向甲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压力 对啊 他可能呢 就是说的 第一次代表江苏省队比赛 怕自己的表现不好 可能会给自己的团体 带来一些 遗憾 因此呢 这个走棋 这番棋 过程当中呢 我感觉没有完全放开 还是有一点拘谨 这个时候 应该走去二平一 同样那个 躲闪嘛 因为狙可以把兵杀出来 这儿呢 就等于是 红方呢 抢到这个先机了 往里跳马 黑方 足舞级 足舞级 然后红方 也没有着急跳 因为你跳 也握不上槽 他先拱 黑方在G2 第三 红方在G4 平二 等于这儿走来走去呢 黑方呢 等于 错过了几个 诸如马尔金斯 G2平一的 这个好棋之后呢 对 还是形势落后了 现在他反而转为 防守一方 对 黑方因为左翼比较空啊 对 他是15 推6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去防御 他要再补这个试吧 他试试镜 这招棋补试呢 也是 有些漏洞 然后他还不如 直接炮一平二 这样 对 对红方有一些威胁 对 实际呢 红方呢 也没有发现这个 最好的这个招法 实际红方这个时候 有这么一个抢手 好 那黑方不是正好 炮一平四 这样一样 红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 灯向的妙处 这个棋呢 轻刻之间呢 黑方就崩溃了 这样子打狙 打狙 他一将 将把狙蹬回来 蹬回来就得紫了 黑方这个马还受签了 你要是马自追偶 或者走其他招 你至少都会白丢一个像 所以说这个棋呢 结果呢 就是 黑方不能走 平炮去打狙 黑方呢 可能还要去防御 那你无论怎么防呢 红方就比较容易的 掌控制 比如你 G2进一 你掌握不拘 它可以炮四平二 好 G2进一 炮四平二 对 它这只有闪击 将来这个底线将 炮二推四 对 搁在这个地方 你什么是炮二平四 我都马自进五 这个炮一平四 一直没有 对 现在你炮一平四 我登的像是叫做蒙蒙了 更厉害 是 这个棋 这棋很痛苦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 红方呢 错过了这么一个 这个迅速 简洁占优的这个手段 G2平六呢 有一点暗 它不容易一眼看出来 对 它呢 还是按照它这个思路 从这个边线 掉 马自进二 对 就是说 就是它想走这儿的招 对 它先马自进二了 它有个思路 就是想要 G2码 掉到 它想把黑方 这个子力掉住 那黑方这个时候 应该G2平六 对 赶快过来 黑方不过 它走了一个炮一平二 这看着也挺好 这边 它应该G2平六 赶快过来 这儿呢 黑方试图呢 给红方的这个进攻 对 马三斤四 因为它也有闪击 但是红方呢 这里呢 可以通过这个阳势 比较 轻易 轻易间的 就化掉了黑方这个攻势 看着黑方很凶 但是红方呢 这个阵型呢 看似有问题 但实际上呢 却非常安全 G2平六 对 它又回来捉嘛 对 黑方成捉 本身呢 红方也可以走退马 这其实黑方也很胆下 黑方这个子力啊 不好协调 这个马四斤二路 一跳的话 还有点二路 对 这个其实就是说的 黑方已然露出了败想 就说红方 红方的子是活的 而黑方这两个马呢 失去了联系 将来呢 应该说凶多吉少 但是这里呢 红方呢 可能认准 这个就能占优了 因为这个前面摄像群呢 应该说双方下的比较细 就这么抓了几次以后 黑方长桌 黑方必须要变招 所以他呢 又变了 他走G2 G2平六 平六 现在他在平局 那红方要狠一点的话呢 可以直接跑一次打出去 就是说丢了一个式呢 红方也可以呢 稳战优势 但是红方走的也比较稳 16进五 对 不会手起 对 不好意思 16进五 然后黑方是G6平三 这个黑方这个 也是一直试图想要在红方的左翼 有一些攻势 但实际上他这个炮非常好 对 炮在这里 室友炮他守住了 对 那红方呢 就不理他了 就放开了 去进攻 红方回事 黑方就是 红方这个炮就是一敷当关 真是万夫不开 没有办法 这儿呢 黑方非常委屈的呢 接受了这个 没有居的残局 但是红方这个位置呢 比较好 特别是这个 其实红方呢 多兵 等于现在是三个兵 对一个组 应该说红方的 这个前景呢 一片光明 对 红方是炮裂之一 所以说 中局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几点 最关键的 黑方这个 马尔金斯没有走出来 约尔平一 这两个 其实没走出来以后呢 这个局面呢 就急转直下 因为他 最后就输到了 这个少兵上 这个残局 少两个兵呢 确实非常难下 那么这个赵金城呢 这个功夫 还是不错的 比较劳烈 后来呢 没有给黑方呢 更多的机会 对 他残局下的 这个子瘤 调动的比较好 那时间也比较紧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 摆得略有快一点 红方炮一腿一 然后黑方 就是说红方呢 对 红方兵和紧一 过兵 这个其他 直接摆中炮也行 反正红方呢 有多种选择 本来也可以直接攻三兵 然后兵三平四 然后马三退五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的优势呢 比较大 他主要是多了好几个兵 对 这个兵 这个四路兵也是很有危险 对 以后随时炮一平五 对 所以他马七退八回来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就是顾东顾不了西 对 他这个马一直希望来通过腾夺 来对红方这个能想要调整这个阵型 他马八斤六 他怎么腾夺呢 他就感觉就是子儿不过孕的 对 这个棋呢 他这棋用 我们给大家讲讲藏剧理念吧 就说棋呢 就是说的怎么下呢 反正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吧 最主要我们呢 大家要知道一个形式判断 最主要红方这个马太厉害了 这个马给黑方的这个炮啊 这个牵制住了 一直是这样 他中间也是想要有一些攻势 但是这个炮一直动不了 黑方这个炮呢 无论如何就动不了以后呢 这个马就牵入了 而且红方呢 将来老有炮一进三 这种对炮这种手段 比如说我这个守好了 这个就降门了 我一进炮一打 我就得死了 这个往往呢 是一个常见的手段 所以说红方呢 既有底线这种对炮 又有炮一进三 就这种手段非常厉害 当然走到这个局面呢 红方呢 就是走的比较简单 他不带对炮 他走这个炮一瓶五 也可以 因为他将来马上一次也很凶 然后你再不理 他这个兵呢 就下来了 对 所以黑方也没办 这个就指导黄龙了 黑方也就直接降五瓶四 出架了 所以说呢 红方这个位置啊 太好了 实际上他还多出两个鞭兵 多一个兵就要命了 对 如果没有这两个鞭兵的话 那么这个旗要想要 还非常费劲 因为没有这两个兵的 黑方给你对个死 他也完全可以去谋合 像红方马二退三 这个红方这个马又开始 更靠近这样 马三斤四 对 他呢就等于红方在不断缩小 包一圈 这个马运到这来以后呢 他对你这个马呢 又形成前置 黑方这马炮都动不了了 对 红方也很简单 实战也就兵一进一 要过兵 红方呢 这个位置都摆好了 就是这里边呢 红方实际上是有这样突破的手段 红方也没有急于去走 那黑方也只能这个十五斤四的吃掉 对 打一枪 黑方没有办法只能去对炮 如果你再打一枪呢 马四架 黑方正好呢有这么马四架 走其他的位置 还容易丢死 那正好走到这呢 就说黑方呢 能力保的大字不丢 形式肯定是 是要输 这是侯一位 是 因为红方呢 最简单的 我可以把你换掉 你也只有换掉我这个炮 是不是 我炮再躲开 这儿大家呢 就看到什么呢 红方 剩下了 马炮双兵 马炮双兵 而且黑方还残了一个事 应该说红方也是胜定的这个局面 对 但是红方呢 之所以没有这么走呢 他也怕这个棋呢 他倒不是说怕这个棋不好赢 他主要可能看到这个形式的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所以他也不着急 对 他非常老了 我觉得 兵一紧过兵 因为他也看到黑方没有什么更好的棋可以走 他也兵一平二 他也不理会 对 红方兵一平二 跳马江 然后架五平六 就这种残局呢 就是 应该说啊 一个是这个兵足的多少 起到决定性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呢 起到决定性作用呢 就是这个子力的站位 对 那么黑方就是苦余 一直没有攻势 关键他也少兵 这个要是把兵拿下来一个 还可以勉强下一下 这种红方也 我觉得红方非常老练 他不着急进步 他就变二平三 把兵往里靠 对 那么黑方应该说走到这儿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也是 也是 树手 带琴了 这个琴 红方 他自己会少那么多兵 对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的 就是一个马尔金寺 如果能走出来 黑方局面能够大为改观 不仅是改观了 就是他有可能还获得了反现的局面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黑方在这个炮二平一的地方走得不够小心 应该走 鞠二平一 把这个适时的把兵得回来 那么走到这儿 黑方就没有办法了 山中水尽了 对 黑方也就选择这个对子 对 那么红方就欣然接受了 黑方只能把他停掉 最后一部期 大家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 如果您能看出来的话 估计至少也得有二级到三级骑士的水平 红方一招 差相惊人 一举锁定胜局 这个局部 是一个绝杀知识 因为它借助率力 你基本将我也没有用 我就上一步老帅 以阳市 我就冰六级连撞 如果你下降 我炮我瓶又一将 还得骑士 以知识 我冰六级一将 以进降 我又冰六级一将 继续下兵 这个棋就是一绝杀 因为你送兵 我就把你猪式拔掉了 你上哪边拐 快将 我都可以上马或者炮了瓶死马 好不好 对 那好 这盘的精彩的对局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